這個真的是已經政治破壞了 打壓一擊嘛 一樣的市政 一樣的這些證據 但是這個法官就買帳 上個法官就不買單嘛 你跟我們講說這個叫做司法正義 我真的不信 這個司法介入太明顯 台灣的辦案就是 雖然我沒有證據 但是我先壓你起來 全世界肉圍認為 你是個貪污仔 我壓完之後再來找證據啊 雖然我現在沒有抓到你的金流啊 但日後會抓到 所以今天很多名嘴都在笑這個 因為這個太 轉的太硬了 這段話 其實我從第一天去支持柯文哲 我就準備好了 因為 我一直在節目面前講完 我不認為他會被交保 他第一天的時候 我就認為他會被壓 因為 太過政治 我跟大家講這個真的不是什麼法律 這根本不是什麼司法的事情 什麼尊重司法 這個真的是扯淡 這個真的是已經政治迫害了 從這些時候反正民進黨他也會露線嘛 這些配合周刊辦案嘛 這些名嘴嘛 我又覺得真的是啦 錢才是霸主嘛 這麼誇張的事情可以讓一個好人就這樣子 壓耶 各位可能沒被壓過就是關耶 他進去是很不舒服的啊 就像被關一模一樣就像監獄 他就進看守所看守所就監獄嘛 就是被關嘛 這方面也是 綠的持續在做一個動作 打壓異己嘛 然後 把他的人格打到近乎毀滅嘛 反正 一般人不懂法律嘛 他不會去看判決書嘛 他就認為說法官認為他有罪嘛 認為他貪污嘛 洗他的評價讓他評價下降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灰心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案子 真的很瞎啊 我剛剛 從下午一直關心到現在 我看到不只是 現在風向有點變了啦 我看你們這些爭論節目風向有點變了啦 也正確啦 有一些人開始坐來講話了 路來又多人坐來講話了 就說這個叫壓人取貢嘛 我從柯文哲 我去看柯文哲的第一天 我就做好這個準備 我就覺得他會被壓 他的判決書 他的裁判書 判決書 法官為什麼要壓他 你看不懂沒關係 你慢慢看 我做一個懶人包啦 他的整篇文就是 我法官 我先提示喔 基礎上 他們這個市政 跟原那個法官 我們那天晚上去的法官 是一模一樣的市政 所以這個法律大家怎麼會信 這個天平到底在哪裡 一樣的市政 一樣的這些證據 但是這個法官就買賬 上個法官就不買單嘛 你跟我們講說這個 叫做司法正義 這個司法有公義性 是公平的 是他有貪污 我真的不信 我覺得反而是 前一個法官不判嘛 那沒關係啊 我做一個球 到高院高院 彈回來這個法官絕對判 這個司法介入太明顯 太明顯 我知道很多人 你是民進黨支持者 你會說我在放屁 但是今天就事論事 因為我們是一個社會 所有人都在這個司法的傘下面 也就是說柯文哲會遇到事情 未來所有人都遇得到 他這個東西 大家去看他的判決書內容 去看他的裁定書內容 裡面就是沒證據啊 台灣的辦案就是 雖然我沒有證據 但是我先壓你起來 全世界都會認為怎麼樣 全世界都會認為 你是個貪污仔 但是我沒有證據啊 但是我先壓你啊 我壓完之後再來找證據啊 雖然我現在沒有抓到你的金流啊 但日後會抓到 這叫什麼 這叫我人先壓著 我再去找證據 在東拼西湊的 再把你定罪 所以今天很多名嘴 都在笑這個 因為這個太 轉得太硬了 也就是說整份起訴書裡面 你看不到 他跟沈慶慶的確證犯內容 他收了誰的錢 或是他有確切的 跟誰簽了什麼東西 是要圖利他的 都沒有 因為 這個證據 是滾動 在這個社會的氛圍 你會發現 用輿論的力量去洗 洗掉 所有人對他的信賴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他到底有沒有這麼做 但是你從這幾天看到多少版本 說他收了多少錢 事實上 法官跟檢察官 到現在也沒有證據 只能用圖利辦 只能用圖利去辦他 去壓他 這個真的是有點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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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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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